下雨是极为常见的一种自然现象 当稀粒粒的雨水从天而降时 整个世界都被冲刷得更加清晰 雨后的天空总是让人期待 但若从天而落的是雨 这样的雨雨不知道各位见过吗 这在一些国家中是较为常见的 当地人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外人却会感觉非常的神奇 俗话说得好 世界之大无奇不永 其实雨雨在欧洲地区并不奇怪 在英国 美国和澳大利亚 下雨雨这种事情屡见不鲜 尤其是澳大利亚 雨雨经常出现 纵观全世界在下雨雨的城市中 最为平凡数量最多的城市是洪都拉斯 人们捡起地上的鱼带回家烹调美味 当地人认为这是馈赠 所以他们会在特定的节日里举办雨雨节 也因此让当地信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雨雨 那雨雨是如何形成的呢 雨雨的形成原因是在湖泊或者在海洋上方 有运动迅速的海龙卷 它将水以及水里的东西全部卷走了 然后运动一段时间之后会将东西抛下来 形成特别的雨 海龙卷就是发生在海上的龙卷风 一般比陆地的规模更大 时间更长 甚至是持续不断的发生 雨雨还存在另一种解释 强大的上升气流将水中的小型生物吹向天空 气流上升到了一定程度后 遇冷凝结 特别是在雷暴期间 上升气流速度非常快 能将荡漾的浪水带到天空 同时也包括了水中的小型生物 鱼儿 青蛙 虾和螃蟹 基于以上的分析 一来 鱼语的成因本就没有什么准确的定论 二来 关于鱼语 更多时候并没有带来什么灾害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 只用当成是一种特殊现象就好 以上就是小豆芝为您分享的内容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